哈喽 大家好 這是宅男的開封 我是你們老朋友阿帥 今天我在拼多多上買了 四袋 四斤 原味豆香 說是原味豆香 收到後居然是甜的 這配料表上賀蘭寫著 麥芽糖 深深的感覺被忽悠了 看它的標題是這樣的 原味豆漿粉 我心想這個原味豆漿 原味原味肯定是豆漿原來的味道呀 用大豆做出來 豆漿是什麼樣的味道 就是什麼樣的味道 不添加任何東西 它這個原味豆漿居然加了糖 我們這基本上都不喝甜豆漿 都一般做鹹豆漿 看這個價格還是挺感人的 17塊錢沒有注意到 它在標題快要結束的那邊 還寫著甜豆漿 這是多麽坑爹的行為呀 一般人很難注意到 看到原味的以為是不加糖的 就因為它便宜 我才上當了 一看價格4斤 哇只要17塊多一點 根本就沒有注意到 它後面寫著甜豆漿之類的 所以大家以後買東西不能像我這樣 一定要把標題全部看完 或者問問賣家 淘寶上黃豆4斤也要15塊多 它這個只要17塊吃 那真是太便宜了 把4斤黃豆做成豆漿 不可能有4斤豆漿 好了不管怎樣 咱們先泡一杯試試 給大家演示一下 Let's go 咱們倒一點 把水往多了倒 稀釋一下它的甜度 我們要把這甜豆漿 轉成鹹豆漿 加點醋 過一會兒的 使它沉澱 然後把水倒掉 然後把甜水倒掉 再重新加水 看得還不是很清楚 咱們加一點醬油 醋不夠多 再加一點醋 碗不夠大 大點的碗 水不夠多 再加點水 好 等待它沉積 這技能畫了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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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很美啊 上面變清水了 把甜水去掉 哇 倒出了一碗清水 這技能畫了 就是綜合 加水 綜合它的甜度 現在豆漿都沉底下了 我們再倒掉 好 現在基本上很少很少有甜味了 好了 小夥伴們 終於搞好了 硬生生把甜豆漿變成鹹豆漿 真是不容易啊 加點醋 放點醬油 這才是純正的豆漿嘛 做成鹹豆漿之後還是挺不錯的 豆漿味道非常純正 但是這工序也太複雜了吧 喝完了 滿滿一大碗非常好喝 各位小夥伴們 咱們下回再見哦 對了 喜歡我的觀眾也可以關注我 關注之後更新就會有提醒哦 謝謝大家 拜拜 拜拜